隨著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板上釘釘 美國方面即刻揚言將通過單方面 改變對港貿易政策等方式施行所謂制裁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雷鼎明表示 美國制裁香港實際上可打的經濟派不多 不管是從關稅、金融、還是匯率 美國制裁所產生的影響都很小 特朗普最初他肯定不太了解 雷鼎明指出近30年以來 香港逐漸從工業為主轉變為服務業為主 2019年香港本土產品對美出口總量 已跌至不足5億美元 約等於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0.13% 這於上世紀80年代 香港對美國的出口已相距甚遠 因此美國就算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 對香港的影響也非常小 對於香港與美國的商品貿易 雷鼎明認為美國根本做不了什麼 對於香港與美國的商品貿易 而在金融服務業方面 他指出美國在香港擁有很大的利益 如果美國要從金融方面打擊香港 其實是在打擊美國的在港企業 雷鼎明認為美資企業選擇到香港發展 主因是希望可以通過香港進入內地市場 如果美方對在港的美資企業進行制裁 則影響的是美資企業自身利益 談及美國是否會從香港撤資 雷鼎明表示有兩種可能 一是美國減少或撤走在香港的直接投資 二是熱錢流出或賣掉在港的金融資產 而這兩種方式對香港都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美國來香港的所謂直接投資 它大概是120個港元 不是美元是港元 當年外面來香港的直接投資 百分之一等三十 所以這個比例也是很低的 中國這些來香港的直接投資 它還表示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 香港的貨幣基礎共增加了超過一萬億港元 有大量的資金湧入香港 而這筆巨款恐怕會造成香港本地 巨大的通脹或資產上升壓力 因為這麼多錢來到這裡 你永恕它變成港幣 在社會裡面流通的話 香港的資產價格跟那個物價 是可以上升兩三倍以上的 所以早有資金流出 反而是對香港有一個很大的好事 解除它通脹的潛在的壓力 對於香港實施聯繫匯率 雷鼎明指出 今年三月底 香港的官方外匯儲備資產 接近4400億美元 有如此巨額的儲備 基本不用擔心港元會崩潰 且香港採取聯繫匯率 對美國更加有利 雷鼎明表示 儘管打擊香港聯繫匯率 非常不符合美方利益 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面對可能出現的危機 仍要有底線思維 並做兩手準備 以更好地維護香港的經濟利益 與此同時 他認為香港要搞好經濟 最重要的是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的國安法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 因為香港支持 種種原因 它很難訂立23條 雷鼎明表示 對外部投資者而言 更加希望看到香港社會穩定 他相信香港國安法 儘快有力實行 將為香港恢復經濟和繁榮穩定發展 帶來新的希望 感到很明顯 接著 constants 充分架 接著